报道全球热点 看遍北美大事 欢迎收看这期的北美新闻周报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拜登行政部门对药店发指令 拒绝填写病院药和堕胎药处方违反联邦法律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Novavax公司的COVID-19疫苗 急于紧急使用授权 加州纽森州长签署法案 允许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起诉枪支制造商 6月通胀率上升9.1% 消费压力加剧膨胀预期 美国宇航局披露韦伯望远镜拍摄的恒星 星系和一颗系外行星的新图像 拜登行政部门对药店发指令 拒绝填写避孕药和堕胎药处方 违反联邦法律 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于周三提醒全国上万个药店 拒绝填写避孕或堕胎药物的订单 或基于个人怀孕状况的歧视违反民权法 根据联邦民权法 拜登政府说怀孕歧视包括基于当前怀孕 过去怀孕 潜在或预期怀孕 以及与怀孕或分娩有关的医疗状况的歧视 新指令中写道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本周将向六万多家零售店发送该指令 该指令引用了平价医疗法案和1973年康复法案中的条款 表示接受联邦资助的药店 不能根据他们对避孕和堕胎的看法 在提供药物方面进行启示 确定处方药是否适合患者 或向患者提供有关药物以及如何服用的建议 该指令包括几个可能违反法律的情况的例子 包括药剂师拒绝为经历早期流产的人 开具堕胎药米菲丝酮的处方 虽然倡导者和医疗团体支持这项指令 但他们担心说指令仍然过于模糊 在州政府威胁让提供者坐牢的情况下 无法让最近禁止堕胎的州内的医生有安全感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Novavax公司的COVID-19疫苗 给予紧急使用授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周三紧急授权Novavax公司的新冠疫苗 在成人中使用 这是美国现有的第四种新冠病毒疫苗 它采用了与现有疫苗不同的疫苗技术类型 该公司称后期实验发现该疫苗对轻度中度和重度疾病的疗效为90.4% 目前该公司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评估疫苗对病毒传播所有的影响 许多官员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希望 像Novavax公司这样使用更熟悉的技术的疫苗 可能足以说服那些一直犹豫不决的人接受接种 他说除了初级系列疫苗外 该公司还希望尽快获得将其疫苗作为其他疫苗的增强剂的授权 Novavax公司还在7月初宣布 其疫苗对目前流行的变体包括奥米克戎亚变体BA.4-5 显示出广泛的免疫反应 加州纽森州长签署法案 允许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起诉枪支制造商 加州州长盖文纽森签署了1594号议案 该议案由旧金山议员丁又利 卡森的麦克吉普森议员 和圣地亚哥地区议员克里斯沃德共同起草 受枪支暴力影响的加州人将很快能够起诉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 要求赔偿这些武器造成的伤害 该法案允许个人、地方政府和加州总检察长对枪支制造商和枪支销售商采取法律行动 在联邦一级2005年的武器合法商业保护法 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枪支制造商和经销商 在人们非法使用其商品时免遭诉讼 NBC新闻在2021年4月报道 长期以来枪支行业一直享有联邦民事诉讼豁免权 没有激励他们遵守我们的法律 丁又利在关于该法案的新闻稿中说 6月通胀率上升9.1% 消费压力加剧膨胀预期 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前一年上升了9.1% 该指数根据日常商品和服务价格 广泛衡量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今年的实际指数高于道琼斯8.8的预期 这个指数标志着是1981年11月以来最快的通胀速度 如果不计入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所谓的核心CPI增长了5.9% 而预期为5.7% 核心通胀率在3月份达到了6.5%的峰值 此后一直在缓慢下降 通胀指数可能将美联储推到一个更加激进的位置 美联储官员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加息措施 使基准短期贷款成本上升了1.5% 预期该央行将持续加息 直到通胀率接近其2%的长期目标利率 白宫官员将价格的上升归咎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尽管在2月份那次袭击之前通胀已经在积极走高 总统乔拜登呼吁加油战业主降低价格 美国宇航局披露韦伯望远镜拍摄的恒星 星系和一颗系外行星的新图像 经过几十年的等待 世界终于看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第一批图像 周一发布的第一张图片显示了Smacks 0723 在那里一个巨大的星系团对它们背后的物体 起到了放大镜的作用 这创造了韦伯的第一个深场视图 该视图包括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老和微弱的星系 其中一些遥远的星系和星团以前从未被看到过 图中的星系团是46亿年前的样子 这张图片由韦伯的近红外线相机拍摄 由不同波长的光线在12.5小时内集体拍摄的画面组成 深场观测是对太空区域的长时间观测 可以显示出微弱的物体 这些目标是由一个国际委员会选择的 包括来自美国航天局 欧洲航天局 加拿大航天局和巴尔地摩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成员 这些将只是韦伯在未来20年来拍摄的众多图像中的第一张 它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理解宇宙的方式 以上是这期北美新闻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